某共修组发生一些现象 这些现象呢我念一下 就是有些同修平时修行比较顺利 只要一念一动准备去参加法会了 或者是参加敌脾放生了 就会受到一些阻碍 就是说是出现些违缘 比如去参加放生就出现违缘 其中有一位七年的抑郁症患者 他这个同修好了 发愿现身说法决定周一去红法 这周就出现不舒服不能念经 另一位重病同修 学习心灵法门之后 身体也得到了康复 但是有好几次想去找工作 身体马上不好了 请师父慈悲开始 这是什么原因呢 很简单 业障在身上不可能全部消掉的 当你感觉到你最近念了经很顺利的时候 只不过你的善缘已经超过了你的恶缘 所以让你感受到这个善缘的存在 我举个简单例子 你今天水温是热的话 里面有没有凉水啊 有有有 你比方说两个水龙都一起开 一个凉的一个热的对不对啊 你说说看你如果不把 你把水龙都开着热的时候 你要温水的话 你是不是有凉水在里面啊 只不过凉水已经被热水的温度遮住了 所以你感觉是温暖 对不对 如果你凉水的温度超过了热水 那你就感觉很冷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你的业障已经超过了你的善良 善爆 哦 是这个概念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 好谢谢师父 特别开心